首都体育馆作为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的比赛场馆 经过多次测试活动 目前已具备办赛条件 11月24号 记者对首都体育馆进行探访 首都体育馆花样滑冰竞赛主任姚佳介绍 两个项目对于冰面 现场环境等比赛要素需求不同 冰场转换成为场馆工作的重中之重 其实我们现在冰面的转换呢 主要就是在这个两个项目之间 我们有可能上午有花样滑冰的训练 然后下午有短道速滑的比赛 这样呢 也涉及到我们的冰面转换 所以说通过 我们现在是通过这个新的制冷设备 就二氧化碳的制冷设备在两个小时之内 然后达到不同的冰温和不同的冰的软硬度 得说达到一个冰面的转换的这么一个效果 尤家表示 首都体育馆采用了二氧化碳制冰的方式 这项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 最环保的制冰技术 可以实现对冰面温度的精准控制 在我们外面有一个浇冰的机房 然后通过调节它制冷系统的温度 然后来进行这个冰面的转换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叫冰面监测系统 冰面监测系统一共有 大概有八个就是碳头 会在冰面就是铺冰之后呢 在冰的下面 它把这个碳头放在这个冰面里面 然后通过这个电脑监测 然后能监测到冰面不同区域 每个区域的它的软硬度和它的温度 是否达到了我们最后需要这个竞赛的需求 目前 首都体育馆已顺利完成亚洲花样滑冰公开赛 和短道速滑世界杯两项赛事 作为北京冬奥会的实地演练 此次测试赛防疫工作实施闭环管理政策 而通过一系列赛事 首都体育馆的防疫工作也得到检验 收获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 我们办赛的经验 我们场馆台内提出防疫危险 所以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把防疫放在第一位 所以我们的防疫分区 运行分区 安保分区 我们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么不破环 不跃限 那么在这一次的测试活动当中 我们得到很好的测试和检验 据悉 改造后的首都体育馆 除保障奥运会赛事需求 赛后将承接各项国际国内高水平的冰上项目赛事 此外 还可与夏季项目实现无缝切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